卡戒苗是每一個出生的小孩都會打卡戒苗 但是卡戒苗並不能保護我們不得肺結核 還是長大以後還是會有肺結核的感染 它對小兒發生結核腦膜炎是有保護的作用 但是並不能避免以後肺結核的感染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研發是不是有哪一些疫苗 可以幫忙我們打了以後不要再得肺結核 因為肺結核在台灣還是一個相當嚴重的疾病 跟GSK合作的臨床試驗是針對GSK研發肺結核的疫苗 然後來看它是不是有保護的作用 假設這個臨床試驗可以證明它真的有保護的作用 那以後我們應該考慮是不是我們在預防肺結核要施打肺結核的疫苗 那現在這個流感是不是跟這些疫苗有 有那個我們叫做cross protection 就是是不是有部分的保護的作用 現在還不知道 不過現在大家就努力在希望這個 研發流感的這個比較全面性的疫苗 假如它沒有拆對但至少有部分的保護的作用 這樣它發生流感的時候也不會那麼嚴重 這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 百分之所 如果您也是有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